台上喊得慷慨激昂 台北市議員苗柏雅 面對國會改革覆議案 遭到立院否決後 呼籲大家一起當大法官後盾 但這段話卻引來 網紅 陳怡不滿 陳怡在臉書上炮轟 苗柏雅身為法律人 現在卻用輿論來左右 司法獨立嗎 真的是很傻眼 他更表示臺灣大部分的人 都反廢死 那是不是也該讓大法官知道 人民願意做大法官的護盾 死刑絕對不違憲 那又何必提示線 可以小時苗柏雅也作出回擊 苗柏雅隨即發文 批評陳怡胡說八道 言論自由很珍貴 但不是讓你用來栽贓別人 而他指出如果有看演講內容 應該知道是要表達 已經有國民黨立委 開始攻擊大法官 並宣誓要拒絕承認大法官判決的效力 將演變成憲政危機 因此才希望大家來做大法官的護盾 維護憲政秩序 兩人隔空交火也讓國會改革法案 在衍生出案外案 華視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